杀球的时候有两种球路 第一种杀直线 第二种我们来看一下 杀斜线 你们觉得应该杀哪边 如果你们在能杀球的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建议是什么 就是如果是这排杀球 那我们就选择杀直线 为什么 因为直线的距离更短 我们在后场杀球的时候是什么 其实本质上大概率是一个半场球 对吧 对方发球发怪 我们如果能够跳起来杀球的话 对吧 你看我站的位置 但其实是个半场球 就是半场就能拦截到那个球 我拦到那个球的位置 我就停 这个地方杀到球 其实是个半场球 它是个半场球 所以说如果半场球 我们杀直线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得分 好吧 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 如果直线的这个人特别强 斜线的那个人特别弱 就比如说那个球都接不到 对吧 他杀过去就死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杀斜线 这种情况叫杀斜线 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在打专业比赛的时候 有一些特殊情况 就是对方看直线 看的特别 抓直线抓的特别好 有时候我们就会起来 然后去变一拍斜线 去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有时候女生在面对直线男生的时候 他可能感觉杀男生有点压力 对吧 他就可以选择往斜线杀 那么前场是不是站了一个男生 帮他封网的 对吧 杀过去了之后 就是往中间杀一点 如果中间杀过去 你看男生在这 正好就在对方回怪的球 大概就在男生手里面 对吧 男生就可以在前场帮他封网 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首选我们是杀直线 再给大家补充一点点 小小的干货 好吧 就有些特殊情况 斜线对手特别弱 那我们就可以盯着斜线那个人打 OK 但是领导就算了 领导你们就杀直线 懂点人情事故 就不要老杀斜线 不要老杀别人 多杀直线 杀到领导的时候 你就故意杀下网 或者你自己想办法 OK